有了 觀眾目前所看到的 所受看到的呢 是在台中的萬壽棒球場 所進行的2012年 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少棒指標賽 第一場的開幕戰 這場比賽就是由我們地主的中華隊 對上的是關島隊 小狗狗 狗很可愛 小狗狗 不過腳不要伸出來 小心 對 插棒球有的時候會打到 現在比賽來到二局上半了 關島隊的進攻0比2 兩分落後給我們中華隊 關島隊的第一局 通通被K 三拳三拳 現在打擊的是第四棒的 加薩 兩個好像沒有壞球 場上投球的是李承鋒 變化球一顆就再見了 對 又可以4K了 後 變化球投得很棒球 棒球很好 對 7球 這就是集球集球變化球 對 早安晚晚安請回去休息 用球數15顆了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後方 那個就是 投球李承鋒的投球用球數 所以如果按照賽前教練說的一個人二十個球以內 可能就會換別人玩 換別人上去投 有可能投兩局 可是二十球以內 就沒有受到隔場限制 不過他換投手會在 這個比賽當中就換投手 可以投二十幾球兩局的話 秀一天也OK了 這個球打出局 打到圈內打牆彈回來 二連安打 關島隊的第五棒麥卡錫 這個球直擊圈內打牆 差點出去 差點出去耶 高度再高一點點的話就紅不浪了 這個球掌握得很好 全球人獸的看板 那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這個順向的 就是一雷往二雷跑 二雷往三雷跑 三雷往本雷跑 順向不能夠頭部滑壘 對 頭部滑壘是被看出局 對 是違規盡壘的話 違規盡壘的話 為了保護小孩是 盡量禁止這種用鋪的 比較危險的動作 沒錯 因為剛剛那個呢 雖然跑二雷有點接近 但是他不能夠頭部滑壘 魚腰式的撲壘 不過他還是可以用這個腳步的 這個腳啦 大概就是武力用腳的 對 做起事的滑壘方式 所以像剛剛這個 急跑員麥卡錫 他應該用 他如果會的話 用勾的也可以 勾的也可以 因為感覺像回傳球 有一點點驚險 他要滑不滑的樣子 對 容易受傷 對啊 要滑不滑的應該 應該教練平常都會有教 至少可以用腳步的 做起事的滑壘 好 現在打擊的是第六棒的 那歐木 一出局二樓跑著 球是兩好一換 快速球也有摸到囉 揮方的速度還不錯 看起來關島隊的體型都還不錯 這剛剛呢 就之前球評中教練提到的那個 陳昭安 連續18K 對 完全比賽 完全K比賽 這個 這個 少棒 這個球 可以進了 嗯 等於一個爆頭這樣 對 雖然打擊的 那歐諾 又是被三陣 嗯 又是一個去球 對 等於是一個爆頭球 讓二壘的跑球上到了三壘 依舊是三陣 嗯 這個可以說是 蹭船進壘 兩出局三壘有跑進 那其輪到的是第七棒 也是他們的先發投手 迪雅茲 那那個 陳昭安那一年喔 是1979年 民國68年 當時是 家儀鋪子 國小 嗯 當時也相當轟動 對 而且他是在那個 威廉波特 還不是說在亞太區的 他是在威廉波特 當時的一個情況是 台灣區的選拔賽是最難打 嗯 再過來才是亞太區 亞太區他們拿冠軍就是 威廉波特就拿冠軍 這種性 現在是反過來 嗯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我們的小朋友都很厲害齁 都知道請主審 問三雷神 滿有經驗的 對啊 很接近 這個也是我們 跟職棒轉播有功勞 然後小朋友看了都知道 這邊又可以 請主審去問一下 一雷神或三雷神 對 和揮棒或空 放出了三陣 結束了二局上半關島隊的進攻 我們留下了三陣的 看來沒有得分 零碧二兩分落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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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